那又是關於SATA的題目 現在有一個Angle Subtained by SATA就是減少了60% 而SATA的半徑就增加了m那麽多% 他們找回m,令Ark length沒有變過的長度 好,那做法是怎樣呢? 我們就拿著Ark length沒有變過這個東西去設定 equation 首先我們做Left Vita就是那個Angle 而R就是SATA的半徑 等式的左邊2πR乘Vta除360度就是舊的SATA的Ark length 右邊就是新的SATA的Ark length 因為新的SATA是把radius增加m% 而Vta就是減少了60% 所以等式的右邊就是2π乘1加m% R就是新的radius 就是1-60%的Vta 就是新的角度除360度 記住這個SATA的Ark length 就是2πR乘Vta除360度 所以舊的Ark length等於新的Ark length 你會發現到等式的左右兩邊有很多common factor都可以逆走 2,π,R,R,Vta和36度 這些全部逆走 所以等式的左邊只有1 右邊只有1加m% 乘0.4 0.4 0.4的處理 1除0.4 1加m%就是2.5 1加m%就是2.5 1加m%就是1.5 找回m %就是0.01 0.01m等於1.5 m就是1.5 除回m%就是1.5 0.01m 就是150 1加m%